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空降的形式开始了自己的热播剧之路 肖战的热度带起了热播剧《狼殿下》的热度 播剧《狼殿下》的热度再次飙升了李清的热度和话题度 肖战的主角光环直接给这部剧带来了太多的人气 李清的热度也随之水准长高了 李一峰和金城主演的《隐秘而伟大》同样也是类似的情况 本来《隐秘而伟大》是要靠着演员的知名度带来的 但是当《隐秘而伟大》上映后曲折的剧情和悬疑的特性 再加上演员的演技全部基本在线 直接把电视剧整体的评分全部拉了起来 金城本来被观众认为是在都市剧中 才会完美体现自己超高颜值和再现的演技的 令观众耳目一新的是 金城在《隐秘而伟大》中的演技和对人物角色的把位都是非常到位的 本年度的人气角色评选还有被心境艺人那就是谭松韻了 谭松韻主演的《隐秘之下》中的原金下 和在《一家人之名》中的李尖尖 目前谭松韻在这两部电视剧中饰演的角色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隐秘之下》是任嘉伦、谭松韻领先主演 韩栋、叶青、姚依晨、陆红、喜雪、李亭哲 韩成语主演的《古装爱情悬疑》剧 谭松韻主演的原金下 作为一个性格活泼开朗的女孩 古装剧中的角色还是需要演员们去领悟后 才能够完美地表现出来的 《隐秘之下》是谭松韻、宋伟龙、李贤主演 张新成特别出演 图松韻、孙一、何瑞贤、安哥等主演 张希林、杨童书、友情出演的青春成长之一剧 这部电视剧很多观众都是非常喜欢的 这部电视剧和我们的生活非常接近 讲述了人们在困难当中还要相互帮助 主题是讲述人们在成长中相互彼此扶持 逐渐治愈了内心的伤 与过去的自己和解 成为了更好的人 谭松韻同样也获得了年度口碑演员的大奖 这种奖项也是对谭松韻努力的认可 第六八目前的整体人气值是年度女演员当中最高的 饰演的白凤九也算是玄幻剧中的重要角色了 作为榜首也算是实至名归 玄幻剧的爱情故事往往都是很多人幻想的对象 目前玄幻剧和玄幻主题的作品深受青年一代人的喜欢 随着人们物质水平的提高 人们需要更多精神层面的东西 但是人们散发性的思维又决定着近几年各种玄幻剧的发展 第一热巴饰演的角色作为超现实的存在 也引起了很多观众的共鸣